2018年高考成绩陆续开始正式公布 无一牵动着万千考生的心 明星考生们更是备受关注 正业排名第一的易烊千玺和吴磊 都取得了高出一考分数线100多分的好成绩 优秀的idol能给粉丝们带去正能量 成为粉丝们眼里的榜样 给予他们积极的精神鼓励和学习的力量 在成绩公布后 顺德一中有一位女生叫李儒佳 凭借652分的好成绩 进入全省前40 他坦言 自己的偶像是王俊凯 手机屏保都是他 喜欢他之后 他会激励我去做很多 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他也是一个 就是追求梦想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然后一直督促着自己 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所以王俊凯也是 给我的学习啊 生活上面都 给我像朋友一样的一种动力 不仅如此 还有一位博士生 以粉丝文化作为博士论文的核心章节 并在14万字的论文结尾 致敬了自己的偶像陈伟廷 我要感谢我的偶像陈伟廷先生 您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是我的问题意识本身 也是这篇14万字博士论文的所有起因 经过与结果 之前 还有一位浙江大学的胡江华同学 在其发表的SCI论文中 致谢了歌手林俊杰 他表示 在过去十年中 是他的歌曲 给了自己强大的精神支持 此外 还有人在论文中 致谢了周杰伦 钟亥良等明星 带给自己的正能量 明星拥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将自己的流量转化为正能量 去传播给大家 让粉丝们追逐着自己的光芒去努力 才是真正的优质爱豆啊 芒芒拉新闻 为努力向上的粉丝们疯狂打call 报道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